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我是經濟日報的李國興 港股今天先升後回 特朗普的新聞發佈會 雖然對港股沒有重大影響 但是港股自身開始出現了調整的壓力 我今天跟大家講的題目是 雙重阻力 還未講的題目之前 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回套了106點 跌幅不算多 收報22829 成交632億 今天港股先衝高 大家看看恆子這幅圖 最高的時候見過22971 這是去年12月28日 反難以來見過最高的 然後回落最低的時候去到22751 一度是穿頭破腳的 這個技術上走勢是利淡的 恆好收市的時候跌幅就稍微收窄 去到跌106點而已 現時的走勢 你看到雙重阻力 第一重是什麼呢 是這個中期下跌通道頂 和這個12月8日前浪頂23076 大概都是那些水平 即是你當它231的區 那些區 現時呢 阻力就比較大些 那升到來上來 這樣的水平 無力再上 反應就是 那些好友開始獲利回套 那些淡友又嘗試想反攻 那大家要注意這一點了 好了 那說回 現在除了港股呢 是有一些反彈道阻力之外 所謂雙重阻力還有一件事的 其實呢 就是 與大相關的想說 內地股市大家要留意 開始有些調整的壓力 我們看看上正指數 你看這幅圖 連跌三日的 反彈上去 那如果這些連續三日陰燭下跌 大家要注意了 可能會成為這個 三個黑毛市的 那深淨成份股指數呢 其實呢 回得更多 你看得到 在12月26日那個低位呢 是1062點的 今天呢 跌到去10131點 即距離 12月26日低位不遠的了 如果論收市價來計 其實今天的收市價呢 是這一段日子以來最低的那天 那內地股市的反應呢 始終都會影響到港股的 大家要注意這一點的 好了 那除了我們受到內地股市影響之外 港股另外一個因素 當然是受到什麼 美股影響呢 美股又怎樣呢 陰陽怪氣 那特朗普講完之後 有些刺激作用的 昨晚道指都是高升的 升成近一百點的 去到一九九五四 但是這樣 仍然都是無力上穿二萬大關 之前其實呢 我箭咀所指的那一天呢 已經見過 最高位是見過多少呢 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點 都說如果這個開門利是就好了 但是不是嘛 那麼就差一點點 升穿了它 兩萬大關 怎麼知道它就是不到 那麼昨天 昨晚都是上到它接近兩萬大關 也是升不穿的 那究竟是怎樣呢 我去陰陽怪氣就是 你要不就 鵬一枝羊竹升穿它 大家都知道好東西 要不你就是什麼 調整下來 調整完再上 都是有機會的 但是它又不是陰陽怪氣 那就不知道它發哪邊的 現在可以開大可以開小的 大家要注意這一點 好了 那其實呢 所以就是 美股現在它不知道發哪邊 內地股市有少少偏遠 所以港股升到重要阻力位 有些回頭壓力 那大家這樣的情況下 都是玩股不玩市 那今天呢 《恆子升幅廣》裡面 第一位的就是聯想 聯想今天升2.2% 其實呢 大家知道呢 PC其實呢 出貨量都一直減的 連續五年下跌的了 但是呢 IDC的數據就說 去年第四季呢 減幅就放緩了 聯想的市佔率呢 還擴大了 所以一次減股價呢 就出現了突破 今天升2.2%之後呢 還大成交配合的波 突破這個下降軌 有機會呢 重返到6元這些水平的 另外一隻股呢 就是北控水務 今天都升2.1%的 這隻股呢 出現了好像 小雙底突破的那樣的形態 有機會反彈多 一點點啦 不太多 才在大概5.5.6這些水平 好了 利益申報 我就沒有持有以上股份的 今天分析就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